检调中案来关注 调查局航机站去年遗失了6.5公斤的安非他命 因此向上追查发现 竟然是当年一名徐姓组长受有重嫌 检方18号全案贞结 发现这名徐组长 青年来的时间和毒销一再勾结 调包毒品证物之外还拿去变卖 侵占了3万颗一粒棉 还换走了多达524公斤的K他命 不法获利高达1.68亿 来代表向国人致歉 调查局长罕见动作 帅一级主管郑仲鞠躬道歉 但是谁让调查局如此丢脸 主角就是这个一头白发的调查官徐素良 他曾经弃毒有功还被称为弃毒大将 曾接受过行政院长林全表扬 其实根本是内鬼偷偷和毒小挂钩 我也承认在内控机制上是失灵的 所以才会让徐素良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去把毒品调包 调查局航基站前组长徐素良被查出勾结毒销 不只涉嫌侵占了一粒棉三万颗 还利用假日值班作案 将毒品证物又化学物品调包拿走 让毒销拿去变卖 断断七年调包至少六次消失的 K他命毒品数量至少有524公斤 不法获利高达了1.68亿元 可以说是破了调查局人员 贪毒金额最高的难堪记录 徐素良过去因为财务状况不好 有跟他借钱 其实他的财产被查扣三分之一 他为了掩饰他的犯行 他都没有去矫情 就是让这个债务继续存在 徐素良将不法所得 用来买豪宅 买名牌包 还有高级轿车 通通藏到了亲友账户名下 桃圆地检署侦查终结 依贪污之罪条例洗钱等罪嫌 起诉了包含徐素良在内的九名嫌犯 检察官就痛批他 把毒品证物当成了自家金库 调查局肩负国家安全 以及侦办重大犯罪职责 这回内神通外鬼 前组长沦为了贪婪调查官 这脸真的丢大了 记者身上侯正伦 您住场台北桃圆采访报道